好了 現在就要來追加 佛法疫情的北京新法地培法市場 在這個紅年期的點 檢出到新冠的北斗 所以現在北京的民眾 只要說到紅年期就何要怕事 台台消費感染口的意思 王臨民說 這個市場來 有人問到北斗 接觸到實在的可能性上冠 中國的北京連續56天的 年確診破功 而且一天以來就減少出36天的北斗 陷伯發市場有關係 這次這個大型的市場 賣蔬菜 水果 魚仔 蝦仔 而且紅年期的點子上面發生北斗 到底是怎麼團結的 比較有可能的是 有感染者進入市場 造成傳播而且污染了鮭魚卵 這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有可能是實在去用污染 也有可能是甘染的人入去市場 現在要對著說 到底入去中半之前 去過島上 但是另外一方面 新鮮的食材 也是有可能有甘染的方向 現在都要對著 就是病毒可以附著在 很多東西的表面 然後在比較冷的溫度 這病毒又可以活比較久的時間 而且這種食材 通常是一個包裝比較好的狀況 台台收集的甘染科醫師 因為裡面表示市場裡面有人甘染 可接觸到實在可能性上冬的冠 因為培法市場很多產品都是領導的 病毒既就能綜合五到七天左右 團點讓人的紀律越大 另外培法市場每天都有很多人 出集只要有一個人有病毒 都有可能的出現 擴散的進行 到底感染的源頭是什麼 是不是亂染魚呢 還是說他是完翁的 這要再調查 一下